大家好,我是阿米,欢迎收看看话经济阿米的阿米秀 作为21世纪的人类,我们对无所不能AI始终是矛盾的心态 一方面,AI和算法已经不可逆转的在影响每一个地球人的生存和未来 胜老病死都可能被种种隐藏在控制面板后的AI所影响 它确实的作为一个更强大的工具在改善人类的社会 另一方面,人类文明的根源是因为自我创造所产生的不确定性美妙 而AI和算法,某种程度上是有边界的 在涉及一些无法用灵合一判断的边界决策时 AI和人类的伦理冲突就明显 尤其是我们作为内容原创生产者,对AI更是又爱又恨 一方面,它能帮助我们更好识别用户不同细微差异的内容需求 改善内容生产的质量和提升与用户的互动感知 另一方面,我们一直都在担心拿贴 我们都成为只存在固执堆里的古老职业 2022年12月1日,微软投资的AI实验室 OpenAI发布了一款聊天机器人模型ChatGPT 能够模拟人类的语言行为,与用户进行自然的交互 上线短短5天,OpenAI首席执行官Sam Altman就在社交媒体上披露 用户已经突破了100万 有用户体验之后评价称ChatGPT的语言组织能力 文本水平、逻辑能力 可以说已经令人惊艳了 甚至已经有用户打算把日报、周报、总结反思这些文字工作 都交给ChatGPT来辅助完成 大家好,欢迎回到看跨境,叫阿美,阿美跨境 我们继续为你分析跨境点上背后的案例商机 这一期的内容我是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跟大家是录制的 就像刚刚大家看到我们预告片里面讲到的 我们失业了,我们有可能失业了 阿美跨境可能也完蛋了 然后我们这行业的大大小小的自媒体、媒体、资讯 可能携手可能都要失业了 甚至千千万万的亚马逊的运营 你们天天说要有话里斯汀的这些朋友 你们可能要下岗了 谁干的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微软投资的OpenAI发布的 在2022年12月1号发布的CheckGPT 他干的 AI改变世界这个事情上很多人都已经很清晰了 从我们的生老病死 其实我们现在都离不开AI 以及BI后面支持的东西了 远都不说 在我们身边的 我们每天拿手机 大家现在被抖音 这种所谓的算法推荐 已经深陷其中了 沉迷了 然后我们对整一个的 我们每天使用的钱 微信支付 AI在里面使下来各种各样东西 我们每天去 真的几乎是衣食住行 生老病死 我们其实已经完全不可能离开AI了 但是呢 对于AI的这个作用呢 很多年前我们就看到很多很多的科幻故事 科幻电影 对吧 科幻小说 从ET到这个未来战事123 到这个流浪地球等等等等 我们看到了很多 AI这个在人类的这个未来 所起到各种各样的作用 我们也看到了AI的这个起手 把我们人类的起手 现在人仰马翻 对吧 我们还看到了各种各样的AI 但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看到了AI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效率的提升 生活的提升 当然这个是很长很长时间 我们认为这个AI跟我们这个跨铁出货铁商行业 没有太多直接关系的点 那最近来说跟我们的行业 能够关系比较深的呢 应该是就是我们在多渠道出海里面 关于AI智能客服 对吧 我们的即时与老白 他们提到的 还有像这个AI在一些邮件营销用户运营里面呢 我们爱钱台老猪 对吧 那还有很多很多的在营销工具类里面 在这个一些算法比较擅长的这地方 我们看到AI的身影 但今天这个CheckGBT呢 真的可能会让我们下岗 让我下岗 让我们的阿努跨境 拜拜 大家可能看不到我们了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要上付费订阅 你知道吗 我们要上付费订阅啊 就以后你看到这期内容的时候 这个前段你看到 那你就要在我们官网去付费 解锁完成版 然后我们的更多的深度的内容 数据分析案例 研报 产品产品的研究都要去付费的 然后就来个CheckGBTB 所以大家能理解 我实际对AI的这个态度是 首先傲娇 我认为AI写的东西是狗屎 AI的东西是垃圾 但是呢 AI的 像最新红火的AI会坏啊 AI的这个所有的应用啊 其实我们心里边也隐隐约看到说 人类的创造力 是不是有可能就赶不上了 这个AI的这种算法的边界呢 大家还记得去年 前年吧 我不太记得去年是什么时候 微软的小兵 是吧 被很多人调戏了 然后像这个智能生产内容的文字图片的 这个工作的其实是很长时间国内 应该是不同的 公司都会有 AI算法已经很清晰 会成为全球未来很重要的一个战略要地 这个说的不仅是企业战略 从国家安全也是一样的 新品牌战略下多去到融合产品出海已是常态 大中小卖家们重回到同一起跑线 从六边形特种战士到八边形特种分队到全能军团 跨境电商指挥越来越多 想用亲方式快速撞把机会死路一条 提升能力边界的军备竞赛 已经全面展开了 阿米跨境智库开架 三人我身舍广州战 第五期开口 新品牌战略下的多去到出海运营工具服务更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